哈喽大家好,我是库子 在生存里获得牛肉的方法就是杀牛了 但是杀牛除了消耗武器耐久以外 牛还容易乱跑,十分麻烦 杀死牛后,没有火焰附加 还只能获得生牛肉 当然生牛肉恢复保实度并不高 那么最好的办法还是制作为熟牛肉 可制作熟牛肉还需要浪费燃料 才能制作成熟牛肉 所以我们需要制作一台残害牛 不对,是制作牛肉机来为我们提供牛肉 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制作该机器 首先连接上我们的传输装置 连接装置做好后,我们正式开始 我们这里可以用漏斗做底 这里放上告示牌用来堵岩浆 然后留下一格作为掉落的出口 沸上水 至于最后一格水,这里记得放上火板门 有火板门后大牛就不会掉下去 而小牛没问题 其实这里还是没问题的 结果我就发现,由于碰撞体积 大牛会挡住路口,导致小牛无法通过 然后就是疯狂成事 怎么让大牛不会挡道路 顺便我还做了条水电梯 虽然同一格可以让小牛不会被挡路 但是喂食大牛就比较困难 最终我想到了MC特性的隔墙繁殖 两只生物繁殖 中间堵着一堵墙也可以做到繁殖 繁殖出来的小牛会随机产生于一方 大牛会掉入约一格的地方 而再掉落的地方放上火板门 方块将不足一格,大牛就可以站立 而小牛块头稍微较小 可以穿过不足一格的方块 开始那个烤牛的地方原理相似 小牛在其中长成大牛 一般生长的情况下 大牛会被烧死 我们这里贴墙放置的 所以可能没有触碰到岩浆 但是如果有多数牛的话 大牛还是会被烧死的 小牛较小则不会被烧死 哪怕大量小牛也是一样 这样就完美解决了 我们用方块将牛围起来 满一头牛一个留个单独的位置 除外可以无限制作这样的家 香里的牛绝行喂食 产生小牛落下 最后被冲入水中 这样只要小牛长大就会被岩浆烧死 最后顺着传输带 就会到达这个箱子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学废了吗 那么我是酷子 我们下期再见